姐姐 可不能轻饶了她 令妃是太过火了 这事 还得皇后娘娘拿主意 陈贵妃 本宫也希望永章和福晋 可以为皇室延绵子嗣 所以命造半处 烧了一对麒麟送子的瓶子 希望他俩平平安安 早生归子 你带回去给他们吧 多谢皇后娘娘 主儿 这令妃又负宠了 还真是潮落潮又气呢 皇上对您啊 永远这么不嫌不淡的 您倒是能心平气和 咱们不在背后议论这些 奴婢只是想不明白 皇上他喜欢令妃什么呀 您真敬温和 您又那么 别说了 今儿还没画画呢 回去再画几笔吧 皇上神武 颖皮 你来试试吧 是 好 好 不愧是蒙古女子 英姿飒爽的 谢皇上 皇上 颖皮妹妹奇数不差 射箭一家 不知令妃姐姐如何 快和 看看我 来试试啊 有了 大功 摆正 好 往前倾 手握紧 拉弓 好 射 果然不善射箭 柯萍姐姐 令妃姐姐对射箭还真是不擅长 算了吧 令妃姐姐会的 咱们也不会啊 唱起昆曲而来 谁能比得上令妃呢 皇上 午后涉猎 臣妾与尹嫔妹妹陪您去吧 好 令妃 你不善射箭 留在这儿等朕回来吧 是 走 令妃在木兰围场闹腾得很 硬是把客瓶跟影瓶都比下去了 除了骑马射箭的萨萨之姿不说 还有温汤趁着昆曲的鸟挪秦韵 如何不动人情场 令妃为了向上爬是不择手段的 她的这些谋算 就算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会做的 她趁病回宫 却去了木兰围场 这足以证明她品行低律 是啊 令妃轻薄粗鄙 怎么就魅惑了皇上呢 这是她的短处也是她的长处 长处 宫中嫔妃各有所长 如果以化作为例 我们到了皇上跟前都已尽臣座 虽各有风貌 皇上大多也是欣赏 可令妃不同 姐姐此言何意啊 她现在的所知所想 都是由皇上不经意间一手栽培的 且她对皇上事事顺从 哪怕是陆雪酒邀宠之后 皇上失了面子 也并未讲她的威分 如今 她有这般手段附了宠 说不准 哪天又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情了 先不说她了 勇气如何 这眼下的风头 都是勇成的 无妨无妨 回宫再说吧 该你了 给 请 臣妾请皇上安 少了半天不见你援影 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手怎么了 皇上刚走 主就练了一天的剑 把手指上的皮都磨破了 你这么逞强不怕伤到手吗 臣妾不善射剑 就不必侍奉皇上 作为妃妾 这是臣妾的不足 臣妾一定要将剑术练得炉火纯青 好 好 再教你 来 这样 你看 皇上好厉害 再来 虽然 殿妾 我 都要 不 尽 起轿 起轿 给令妃娘娘请安 给令妃娘娘请安 她这是干嘛呀 不知道 这怎么还刺激太刺激了 你 她真的错了 是啊 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愿娘娘奉体安康 扶随绵长 有令妃侍奉皇上 皇后娘娘自然安康 令妃的脸是怎么了 皇后娘娘 淑妃之事 臣妾欠下的掌嘴 先自行补上了 淑妃之事是太后下之惩罚 你该先去向太后禀告 太后让荣佩奸行 就是让臣妾知道 受皇后娘娘管教 是臣妾的本分 而且臣妾私去木兰围场 违反了皇后娘娘治下的公规 所以是该先来向娘娘告罪 令妃明知违反公规还要做 那就是明知故犯 臣妾自知犯下大错 甘愿受罚 令妃的病如何了 之前说是犯了肝气 才许你回宫休养 哪想到你千里迢迢去了牧来 臣妾想着自己病重 怕再见不到皇上 所以才冒死去了木兰 如今有皇上龙体硬蔽 臣妾已然无恙了 既然已经无恙了 你又自己来领罚 那就 今日起半个月 你每日行板柱之法两个时辰 春宅 你是跟着令妃去的 仗则三时 臣妾谢皇后娘娘 不太好 只是 皇后娘娘 皇上召了臣妾今夜侍寝 可否容臣妾明日再受罚 容为明日会去勇受宫 看着你和春宅受罚 是 臣妾告退 你呀 总是别出心裁 就像那日在唐全盼伺候 总是让朕耳目一新 皇上长情眷顾 不厌弃臣结罢了 你能让朕不厌弃 那便是你的好处了 臣妾多谢皇上隆恩 只是皇上 下半个月 恐怕臣妾就不便是寝了 怎么了 臣妾私自去了木兰围场 皇后娘娘就罚臣妾 受板住之刑 臣妾也甘愿受罚 只是 每日两个时辰下来 头晕目眩的 不便伺候皇上了 这板住之刑 是罚有错宫女的 是啊 臣妾呀 曾是宫女 所以知道此行 这兽刑之人 弯腰伸臂 用双手搬住双脚 身体不能弯曲 朕还听说这兽刑之人 会晕眩不已 而且呕吐成吉啊 皇上 臣妾私慕您 扮成宫女 私自去木兰围场 确实犯了宫规 皇后娘娘 无论怎样惩罚臣妾 都是应当的 皇后若是不责罚你 她也无法好好地管束后宫 你就听皇后的教诲吧 这会儿啊 太医给你好好医治她 臣妾知道了 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 臣妾什么都不怕 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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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 二 还有半个时辰呢 令主受不了了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停 给娘娘请安 包太医怎么来了 皇上知道令妃娘娘受罚 也知道板住之行之后 娘娘身子难受 特命我前来照看医治 皇上施恩令主好福气啊 快好了 包太医再等等 是 蓉妃姑姑 快好了吗 好了 住 皇后 皇后娘娘满意了吧 只要令妃娘娘不犯事 皇后娘娘就满意了 臣妾多谢太后指点 若无太后 臣妾哪有今日啊 太后乃是臣妾的再生父母 太后 体面话不用多说了 既然得了皇帝宠爱 好好惜福 是 太后 你先回去吧 臣妾告退 来 哀家早就说过 达瓦齐这种野心勃勃的狂徒 既敢杀了多尔渣自立 怎会娶得公主就有心收敛 如今果不其然 惹出瓦端来了 哀家看皇帝怎么收拾 说来也是达瓦齐太自负 皇上已经对她格外幽容 她却毫无知恩图报之心 哀家恼的是 恒绰驾驾与达瓦齐不久 就出这样的事 险见达瓦齐 没有将恒绰放在眼里 更没有将大齐放在眼里 太后 达瓦齐就这么沉不住气啊 这达瓦齐简直就是狂妄自大 皇阿玛将杜尔伯特部 移居乌利亚苏台 达瓦齐便公然叫嚣不肯前驶 来京参见 扬言必要车铃移出乌利亚苏台 才肯罢休 准戈尔部与杜尔伯特部的纷争 由来已久 今次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 夺走了大批牲畜 粮草 财物 还大肆略走妇辱 车铃身为部落之首 忍无可忍 只得率部众离开市居之地 东归大清 求得庇护 准戈尔多年来便是蠢蠢欲动 达瓦齐又是野心好战之辈 此时杜尔伯特部来归 一是不服于准戈尔的种种罢行 对其余蒙古各部而言 也是对我大清表示 示好归顺之心 车铃率万语众 倾心来归 朕甚是欣慰 不必理会准戈尔 朕会封车铃为亲王 仪表嘉奖 为一事正中 永诚 你与礼部 共同筹备接风事宜 有其 你也跟着去学学 儿臣遵旨 儿臣遵旨 儿子 皇帅真让你去筹备 对杜尔伯特部的接风礼仪啊 也不只有我一个还有五弟呢 傻孩子 你五弟怎么能跟你比 你筹备的时候可要多用点心 就更得你皇阿玛喜欢了 儿子记下了 不过皇阿玛左右也是安排差事 今儿也安排明儿也安排 儿子都惯了 都快累死了 你呀 如今得意 又得你阿玛宠信 哪个皇子能跟你比呀 不过这话说回来 如今你得皇上看重 皇上也会常来咱们起下宫做做吧 会的会的 只要儿子在呢 皇阿玛就忘不了您 这几天啊忙活死了 就知道痴呆念佛 怎么了永章 皇阿玛有什么差事 只惦记着老四 连五弟都是捎带陪衬的 儿子能有什么办法 皇上 恐怕已经快忘了有你这个儿子了 额娘没用 是额娘没用啊 姑娘 难道咱们只能这样了吗 是啊 要是再这样下去 还真是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 我朝日之有利贤之术 永成年长出色 永继这个嫡子年幼无知 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 我的日子便更不好过